近日有消息称董璇和高云祥已经离婚了 并且还是在今年的5月份 两人通过视频通话进行了云离婚 虽然双方工作人员均未做出回应 但还是有不少网友恭喜董璇摆脱渣男 开启新生活 要知道董璇当初因为选择原谅 并且亲尽全力救夫 被网友调侃为原谅教教主 他这次如果真的选择离婚 那可就算是亲手打破了自己立下的好妻子人设 随后知情人爆料称 董璇不惜自己打脸也要离婚 是为了保护个人财产 去年高云祥董璇夫妻名下超乎6300万财产 被法院扣押或冻结 申请人为八星传的出品方 而如今高云祥和董璇共同持股的经纪公司 目前已经有董璇百分百持股 不过在爆料中有两处细节值得深究 首先根据我国法律 夫妻双方要进行写议离婚时 必须两人到场 通过简单的视频通话 是无法进行离婚程序的 而且高云祥和董璇的财产 在今年年初 就已经被法院采定冻结 为什么董璇要等到五月份的时候 才选择离婚呢 离婚一世众说纷纭 董璇高云祥到底有没有离婚 为什么离婚 现在只能等官方回应了